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 有没有人幻想过您家的科技屋 可以变得有多家的人性化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宾 我们首先欢迎的是我们Sanley的资深研究员 谢培瑜 谢培瑜你好 姨妹晚安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 再来是我们科技蚂蚁报站长罗常委 常委哥你好 姨妹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不过常委哥先问一下 这件衣服跟上礼拜五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啊 过游戏啦 人家以为我们都是联络的 不过先问一下 现在的市场上 对于PC 预型的PC的价格 还有这个销售量是往下跌 还跌了20年以来之最 但我们看到有个好消息 最近在礼拜三的时候 春季电脑展要展开了 常委哥会不会觉得呢 春季电脑展有办法帮PC的颓势再挽回 还是说它打的还是平板 还是笔电呢 其实在春季电脑展可以看到 像各大家 例如说华硕他们 其实在做的大多数还是 例如说All-in-One Payphone他们做一些促销 所以其实相对的在PC上面是有比较弱势 对 但是说 只是我认为是说 还是有一些玩家会希望 他的电脑效能更好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去做一些采购 不过其实从上个礼拜的周末开始 就慢慢看到 其实各界包括一些研究机构 都闯出了这样的预测 PC在20年以来 现在面临最大的衰退 而且恐怕让本来就已经很淡 保的Q2会更加的淡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是什么原因呢 昌米哥 你看 我们来看看 光是跟去年比 同期的Q1就已经减少了14%了 这个是20年来要最大的降幅 那他提到了一点 企业的换机潮 那企业可能有些预算要消化嘛 每三年换一次机子 现在每五年还换一次了 因此出机的货量也会跌很大 主要哪些国家呢 包括了欧洲 中东还有非洲 我们先问一下 企业的换机潮 为什么会变得延长 是因为没钱 还需要去买别的东西 也不一定 因为其实企业 本来他在换机时间上 就拉得比较长 因为企业他希望比较耐用的东西 那加上现在电脑 PC里面的一些电容 他用的材质 用的料都比较好 就导致他就是 反而没有那么容易故障 那既然没有故障 那就不用换机 除非他真的跑不动 那加上他作为系统 现在他也不希望loading太重 所以就变成说 你的硬体不需要 也不用说一定要追到 像我们像打电动这么厉害 那他也可以 企业做的 他也是一样 他例如说他就是 一样就是做结帐 或者是keykey单 那其实也不需要太好电脑 这些简单的文书 那可是裴玉哥你看 他讲到跌破了八千万 他指出这三块区域 有欧洲 中东跟非洲 我们看到中东跟非洲 算是比较欣欣中的市场国家 那是不是因为起得快 所以退得也快呢 对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一次固能在礼拜一 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报告 跟你说哪三个地区 其实衰退最快 第一欧洲 那欧洲就不用讲了 因为这个有欧债危机的部分 所以当然对于欧洲 能不换就不换 因为手上已经没有钱了 那我们觉得比较特别 是中东跟非洲的部分 其实这两个部分 都是算是所谓的 这个新兴市场的部分 对 应该很有钱 对 其实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其实新兴市场 它其实就扮演着 整个经济推手的一个角色 那整体的 全球的一个经济 放缓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好像似乎 连这个中东 甚至非洲 甚至像中国的部分 好像经济开始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顾能它目前看起来的 一个这个报告显示说 这几个地区 如果说开始这个 成长开始作为一个 衰退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会不会对于PC 甚至NB的部分 造成一些压力 其实我们要持续做一个观察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PC它不是只有 自己跟自己竞争 它还包括了平板 还有的比例型电脑 因此我们刚刚看到了 外资通通通都是 比了个道大拇指都看衰 好 我们看到了 包括巴克莱的部分 说NB的成长 甚至也会只剩下3%而已 因此鸿海广达的投资 平等通通往下掉 那当然了 他们也指出来 为什么PC 你玩到20年了 已经没有什么题材 可以再让你玩下去了 因此还有包括了 低价平板 是PC的一场噩梦 所以现在华硕 联想的平等 已经都被外资 给平等为卖出了 但现在我们请陪哥 来看一下下 我们现在又有一些法说会 已经要展开了 那我们替大家整理了一下 这些法说会 对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 刚才上一张的 外资的一个平等 你就会发现说 整个PC 其实外资 其实目前都不看好的 所以接下来 投资朋友 你要去看说 整个科技产业 因为今天台股 还是算一个跌市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都预期说 未来科技类股 是不是能够带出一些好消息 甚至说 我们讲的五穷六绝的部分 能不能扭转这样的权势 当然未来的法说会 就相当重要 所以我们看一下 法说会的部分 当然最关键的就是礼拜三 礼拜三是台积电的这个法说 台积电 能不能绞出一个 比较亮丽的成绩 因为台积电在上一季 其实整个成绩单是非常好的 但大家都怕说 上季太好 那这一季 是不是它的成长就不如玉璇 不过目前看起来 市场上有传言说 这个台积电到第二季 或许还是不错的一个状况 还是有办法 所以礼拜三的这个台积电法说 当然是一个关键 再接下来就是下礼拜二 包括翼龙店的部分 它做IC设计 尤其是触控IC的这个部分 那包括南科华雅科就不用讲了 因为最近低润真的涨非常非常多 整个低润报价 从我们追踪以来 从二月份 不断地做一个调涨的一个动作 那南科华雅科 是不是能够在二月份 第二季的部分 能够角出一个亮丽的成绩 但其实我们都要观察 那当然后面 还有这个FTPK的部分 或是瑞宜的部分 那包含说 五月份都还有所谓的这个 友达的部分 华邦店的部分 瑞宇 联电 联用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做一观察 当然最近的一个盘式 不只是国内的 法说的这个部分的话 包括这个礼拜 还有所谓的科技财报州 美国的科技财报州 这些都是 和我们这些大厂商 这个都是大咖 尤其是像Intel的部分 Intel因为它就是PC NB这一块 因为它没有吃到平板 也没有吃到手机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所谓的NB PC的部分 就看Intel 它能不能角出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财报 目前看起来 可是裴宇哥你看 为什么这里有人哭哭有人笑 这个哭的意思是代表说 已经预期就是不太好了吗 对 其实我们看到 有三个哭 两个笑 三个是啥三个 Intel 超维 超维也是做PC 对也是做NB的 这个处理器的部分 所以这两家很惨 还有一个谁 微软 因为微软 你看PC也卖不动 NB也卖不动 的状况是这样 没有人要装 软体N8也卖不动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谷歌 Google的部分 在这个礼拜 礼拜三的这个凌晨 会发布一个 这个财报的部分 当然它Android 如果说这个Android 所以手机卖得越来越好 当然对谷歌会有帮助 那IBM的部分 它就是企业的用户的部分 或是云端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还在做一个成长的状况之下 当然市场会预期说 这个IBM 应该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表现 而且IBM是这个 稻穷最大的一个 最高价的一个 成分股的这个部分 如果IBM好的话 当然对于稻穷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激励作用 所以我们看 总体看起来 包括Intel 超维 微软的部分 都对于PC 有一些预警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 大家讲说 鸿海 投资朋友 如果你真的要买鸿海的话 可能要稍微再停看听一下 结果没想到 今天又做一个 破底的一个动作 而我们看 另外两档 再往下看了 对 另外两档 也是电子五个的部分 包括像广达的部分 也是一样 广达你看 今天又做了一个 破底的一个状况 破了前滴之后 完全没有止跌的一个讯号 而且外资 在最近竟然开始 又是卖出了 对 而且是加码 做一个卖出的一个动作 所以广达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做一个止跌动作 就要看外资的一个态度 另外一档 投资朋友 一样很关心的叫什么 叫做华硕 华硕是一个 几乎是过去这一两年里面 表现最好的一个 各舞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说 华硕在上个礼拜 这是一条上升趋势线 从去年的五月 一直到今年的 三月底的这个部分 都沿着这个上升趋势线 做一个 往上攻坚的一个动作 最高点都还来到380块 但在上个礼拜 跌破上升趋势线之后 连续两根 长黑的一个状况 而且外资在 这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这个开始做一个 减码动作 而且是大幅度的 做一个减码 所以导致华硕连续两天 做一个大跌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就要看说 整个宏基 华硕 广达 这个洪海的部分 能不能做一个止跌 第一个 外资的态度非常关键 第二个是 能不能在这些法说会 传出一些好消息 能够让这个所谓的 第二季的淡季 很淡的一个状况 能不能有一些 淡季不淡的一个效应 就是这些公司 能不能止跌的一个关键 好 那我们看到 培育他刚点到的 就是外资 当然包括整个PC市场 他们目前20年走过去了 好像越来越往下探了 但现在 其实不要想说 是不是变成智慧手机的天下 不是这样 没有人可以嚣张的 比落魄的还要久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加拿大的厂商 以前叫做RIN 现在不得已改了名字 把它换回最熟悉的 BLADBERRY 而且还请了 爱丽西亚凯因斯 美国的知名歌手 来帮自己站台 那么他们现在 有旗舰的机首 而且是没有QWERTY实体机舰 全触控的Z10 在台湾的价格亮相了 只不过 常伟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才在谈到S4 S4如果说你要空机零元的话 你一个月你要缴1700多 我们想说 这也附太多了吧 但是BLADBERRY这一支 零元机 竟然要缴到2000多块 可是它的单机价 好像并没有这么贵对不对 它的单机价是19900元 那这个2199其实是 它是可以抵通话费的一个月租费 所以相较起来 会觉得这个月缴其实蛮多 但是其实你去扣抵通话费 其实我是觉得还算有用 因为它有赠送比较长的通话时间 但是我们从了这个资费的方案来看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硬体到底观众朋友买不买单呢 超文跟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作业系统相当不一样 因为其实之前他们就是自有的作业系统 他们现在说了 过去几年以来我们很努力 目前我们已经有7到10万个APP了 阿姆哥 我刚刚有听到一些达人在讲说 好像繁体中文全中文的APP 零耶 没有一个事耶 那这样子你觉得对台湾的消费者来讲 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其实我一直认为BLADBERRY 其实它在繁体中文上面 本来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 那像这一次其实Z10 它其实有加上一个就是你在打字 例如说它会去联想 例如说我只要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就是打英文 那它就只要把那个英文单字拉上去 它就会帮你输入 但其实它这中文其实是没有办法用的 所以它其实本来左定的target 就是比较容易熟悉 比较欧美时长 以英文为母语 它的这个逻辑思考也是比较阴细的 那可是来看一下了 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人 好像对于这个BLADBERRY 比较少接触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它这个Security Smart 这个监控的安全做得非常好 德国政府上礼拜才刚宣布 他们核准5000个Z10 买进来要给官员来使用 台湾这里不吃这一套吗 我们对于安全不重视吗 还是说它的卖点台湾人不买单 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像中文的一些 而且它作为系统比较少 就是我们比较不能 比较没办法习惯 但其实我是觉得爱用的很爱用 像以前它有做BBM的功能 那以前还没有在一些通讯软体 还没发展的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有一些人就是 例如说男女朋友就是锁定 然后用这个功能 那这次发表其实有蛮多特色的 例如说它这次其实也没有什么 轟件 它就完全靠手势来使用 然后包含它有一个中控中心 一个叫做Berryberry Hub的功能 它就会把所有讯息都整合在一起 我是觉得其实在使用上面应该是蛮有 就是蛮有吸引力的 可是如果说锁定商务人士 裴哥你自己身为一个商务人士 有吸引力吗 这个其实对于亚洲人来讲 其实黑莓它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吸引力 那黑莓其实最有名的一个使用者是谁 你知道吗 欧巴马 对 所以因为欧巴马是白宫还特许说 他可以用所谓的黑莓的这个部分 但对于台湾人来讲 黑莓真的用起来那个界面 对于台湾人来讲 不会是那么好的一个状况 甚至说这个黑莓10的部分 就美国人来讲 其实有八成以上的人不知道说 黑莓已经出到10的这个部分 不知道 对 完全不知道的这个部分 所以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热销的动作 其实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以前 因为毕竟是加拿大的这个厂商 都只会说 好兄弟 美国人应该都会买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经过了三星 经过了别家的这些手机软体 大举进攻之后 美国这块市场恐怕都保不太住了 但是呢 说到手机卖得最好 要怎么看呢 现在有个新的指标了 瑞典的机壳商Cussell 他根据他三月份 单月的销售统计 他说谁卖得最好 他认为是Sony的Esperia Z 这一支三房机 可是超伟哥 我们先把他的前十名拿出来看一下 里头可以看到 我们的第一名就是这一支Esperia Z 第二名是S4 那很特别的是呢 其实他刚好三月份嘛 就是Z他热卖的时候 可是他在做统计的时候 S4根本都还没有出来 就已经被预测到第二名了 这到底怎么算的 我个人推算是 应该是就是有预购 他例如说预购搭配他的外壳 那S4可能有 就是先送他的样机给他 然后去做一个壳 然后所以他就是 他只要在三月 他就可以达到一个第二名的趋势 对 那只是说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好 就是令人比较奇怪 就是说怎么没有New One 对啊 HTC的New One 而且他是怎么样 他其实是在这 在这个Esperia Z 还有就是这个Esperia Z 中间已经推出来了 但是怎么没有在前十名里头呢 其实这一点其实也蛮 就是有一些人去他的官网上面看 就是说奇怪里面怎么 根本就没有在卖New One的壳 所以他当然不会在里面 可是我后来有去搜寻 其实里面是有啦 只是说可能他是到四月 才推出上架 所以就没有纳到 因为这是三月份的 对 好那陪云先生我们想问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HTC的New One 他应该 他在了德国 美国 英国 很多个大都会 很多的国家 都已经先前推出了 可是呢 我们就是以这个统计逻辑的概念来看好了 他的问卷调查 这个来的这个database 是来自于他的机壳 预购的状况 那这样的预购 用这样的方式来测排行 这真的准吗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参考性存在 比如说这个厂商的部分 他一定是就是说 有这个商机 他才会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刚才那个排行 虽然里面没有HTC 我不管是什么原因 但是可以看出几个趋势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过去跟大家讲的 Sony Xperia Z的这个系列 它确实是卖很好 所以光S4上市的过程当中 还是没有办法打败Z 那当然下个月或许就超过去了 但是你看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是iPhone 5 iPhone 5 可是你听到iPhone 5什么时候发表 去年年底 对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说 这个S4已经打败iPhone 5 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要去挑战Z的部分 这个可能捉对失差的这个部分 或许是投资朋友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我们看到有人投资股票 但是有人可能会透过饥渴来看到市场的方向球 好 那再来今天的最后一个议题 上个礼拜就会报告了 在Galaxy的部分 三星的Galaxy系列 轻辟了一个生产线叫做Mega 这个Mega呢 它是有比5.5的Note 2还要来得更大 一次给你5.8 再给你一个6.3的两个系列 不过呢 我们上次有提到它的规格 应该是双卡双贷 理论上来讲应该算比较中间的吧 可是竟然传出来了 欧元价 喇叭高杂高空 换算下来台币要两万七千块 超伟哥 我们来看一下 像真的合理吗 跟各位来简单说一下 因为现在的Mega 大概很快就要问世了 在欧洲 俄国会首卖 因此在欧元这个价格先流出来了 看到是非常的大 那到底是不是挑战 我们人类的手掌极限呢 我们从它的规格开始来讲起好了 这个是5.8 这个是6.3 只不过呢 超伟哥 我们来看一下 这真的够看吗 我们先讲5.8这一支 5.8 5.8这一支主要是采用 960x540的一个解析度 那其实这个规格 大概是在我们中阶 例如说它现在用的是1.4双核心 大概是中阶级 只是说它的萤幕 就超越了Note 5.5吋 可能就5.8吋 萤幕大不见得它是一个比较 CP值或者是它是一个比较旗舰手机 不见得哦 好 那我们看到了是5.8 那6.3呢 那6.3它又做得更大 那它的解析度相对也有再稍微提升一点 然后CPU的速度也有再提升 而且它搭配4G的LTE的版本 对 那只是说 这台款虽然它的画面大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打到它以前其他的机种 因为是一个新的系列嘛 对 它其实我是觉得它是在 问题来讲价格 对 价格的话 这一次推出来那个欧元 是觉得有点贵 但是其实我们在反观Payphone Efinity 当初在推那个 它在欧元出来价格也是很高 说它台币4万块 可是其实在台湾出不用那么贵啦 对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先前 这个闲区价格 有时候是一个参考用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开始在骂了 三星会不会玩过头了 为什么 因为平板跟手机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可是裴宇你觉得 因为这次的BBC 还要引出一些学者专家的看法 认为现在的手机平板界线越来越模糊了 认为这样会搞乱市场 可是你会觉得这样的说法对吗 还是给我们更多使用者更多的福利 其实它就是在测试说 大家会对于说 因为这是两个产品嘛 一个是平板 一个是手机 那平板就是越做越小 去测试说 对于平板小的这个程度 它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那手机一样 它对于人类能够接受的程度 到底在哪里 我相信以后可能平板跟手机 大概就傻傻分不清楚 就混在一起 大概就是这个尺寸 大家会觉得是最完美的一个尺寸的 这个状况之下 可能以后就大家都出这样的尺寸就对了 可以发现三星真的非常的厉害 反正它的这个口袋够深 升到了这个脚底序 所以说它可以发现非常多的 不同的产品线 还包括了连Note都出了8.0 又是平板又是手机 好不过稍后我们休息一下 赶快来讨论到您家到底有多智慧呢 全部都是iPad的屋子做墙壁 你能想象吗 稍后来带您进入科技生活居家空间